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剛剛政府公佈了消息說澳門有一個輸入性病例出現了, 就在豐順堂街的成熙角第二座做了衛風變成熊馬區, 但是剛剛不知為何下年防大馬路的普寧閣也是圍封的, 根據新聞報道就說有新穿防護衣人員在大廈門口, 現場也有大批警員到場。 如果是這麼大陣仗的話,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猜得到是什麼事, 但是現在政府方面未公佈詳情, 現在我們所知的數據就只是知道有一個內地男人在澳門居住的, 他就陽性,弱陽性叫做, 還有跟他一齊住的老婆和兒子就陰性無事。 現在再來一個地方, 到底是因為什麼事呢? 是有多一個確診個案還是密切接觸者呢? 如果待會有新消息更新再跟大家報導, 我們今集為大家睇到這裡, 我們下集再見吧,拜拜!